你刚才说工作当中很注意养生 那你能不能今天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在养生这方面的成果 可以啊 什么呢 台下的企业家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就是放松一下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段老 您上去 配合一下小妹妹 好 你真的让我上去吗 可以啊 常做办公室嘛 就是有人们的肌肉啊 各个部位都比较僵硬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放松 然后收紧你的腹部 收紧腹部 不要不要接腹部 不是敲屁股 对 不要接腹部 然后我们打开双臂 深呼吸 向上抬起 对 不用孤独紧张 做到你最大努力就好了 然后吸气一次 吸气 放松下来 好的 这样是一个舒缓 就能延长我们身体脊柱 然后再来一次 吸气 抬起双臂 这样我们要弯腰 用你的鼻子 找到你的腿部 呼气 好 来头吸气 还可以吗 东叔挺厉害啊 可以的 然后呼气起身 好的 双手放下 可以 柔韧度还是可以的 相当不错 对 你的肩周园子好一些了 有吧 然后咱们我可以 环节你的肩周 就是我们躯臂 这样 想后 五次 哪是肩膀 这是肩膀 对 这个部位 好的 然后我们再向前 慢慢环绕五次 好的 就这样我们可以打开 我们肩周的部位 就是在帮助 你可以放松一下 感觉你不是在一个工程中 是在一个瑜伽教室 主要是我觉得大家坐在帮 是太累了 就是休息的时间可以放松一下 确实 这点我倒同意 对 的确是 更专业 挺好 好 我们感谢短东 谢谢 谢谢老师 来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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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